秀林鄉富士村波士岸部落文化健康站 接牌正式營運 現場徐甄衛親自出席致意 一同和長輩們歡慶文健站啟用 而111年度秀林鄉共新增有三處的文化健康站 分別是北區和平村、南區文藍村 全鄉目前已經有15站了 長照亮能大幅提升 會落實現場徐甄衛照顧部落長者的政策 縣政府原民處積極輔導協助各原住民社團 在110年9月提報計劃向中央原民會爭取增設新站 在111年10月5日 原住民主委員會在核定博士岸部落設置文件站 讓花蓮建增設數為全國第一 大陸入公司 现在学生表示花园期目前有104个问题 文件站是全国设施最多文件站的县市 而文件站赛普站热岭学习中心共计有366站 自力打造健康幸福友善的城市 我们的文件站现在是全国最多的104站 再加我们7个赛普站所以是111个站 那花莲到现在呢 前几天我们在瑞税有一个这个失智据点 在瑞税成立了新的一个失智据点 所以花莲现在一共是366站 无论是文件站赛普站 还有我们关怀据点福气站 还有我们的乐灵学习 所有的三家全是366站 只要是我们老大人愿意走出来 晒晒太阳交交朋友 就会健康快乐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哈拿真的感谢大家 珍惜自己的身体 感恩大家一起陪伴我们这个花莲更好 现在学会表示经过运民会 陆续在7月5号核定名单当中 也难免有一株之汉 但更取取花莲县被核定的104个文件站的 执行单位以及所有工作伙伴们 能够齐心齐力提升与生化 承办机构与照顾服务员的文化敏感度 文化事宜性以及文化能力 未来仍然将朝向一部落 以文件站的目标努力来迈进 记得喜欢我们喜欢的频道